POP大国民请听蔡师平 哈喽所有POP大国民的朋友们 大家晚安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永远大家在一起的POP Radio 我们是POP大国民 我是主持人蔡师平 今天五点钟 下地五公况买 我们请来了早安财经出版社的社长沈云聪 欢迎大家锁定FM91.7大北部地区 陶珠苗地区可以锁定FM90.7 好听广播电台 你也可以用手机下载APP 就可以无远佛界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了 那今天我们来请到了 这个水云聪社长呢 诶 下地五啊 今天要说什么呢 今天要说什么呢 你不能告诉我 我以为你在开场 继续在那里听你讲 今天我们跟各位讲 因为每天单疫情指挥中心 都会公布一些数字 那你没注意到 最近这段时间 大家稍微比较没有那么在乎 全世界的疫情的数字了 可是事实上 全世界疫情并没有完全 那么乐观的来看待 但是大家豁出去了 对对对 大家都有点豁出去了 一方面也是太久了 实在太久了 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 很多国家的疫苗都打得不错了 一剂或者是两剂 像美国像很多国家 可是两剂之后 因为有新的这个变种病毒 所以难免就说 有些疫情又再起 可是大致上 因为大家是第一个 憋太久 第二个 也的确是疫苗呢 打了之后发现到呢 重症的机会降低很多 那大家就觉得说 那这样 大概就是稍微轻症的感觉了 所以心态上是比较放松了 可是呢 WHO呢 现在又组了一个新的team 叫什么呢 叫做WHO create new team 要干嘛呢 to study COVID-19 origins 表示说 这WHO要干嘛 我想这一波的大流行病啊 我们这一代人第一次见到 所以是很珍贵的一次经验 所以WHO呢 是一定要认真地去研究 他一定要想办法知道 这个作为一个全世界领导 卫生的这个工卫的这个体系 他终究还是要知道 What happened 是 见往之来 对 所以这个新的小组 因为我们知道先前WHO 已经有一个调查小组 去了武汉 想要设法了解 到底在国内怎么起 但是不是出来 结果也是大家觉得 主要是最争议的一点是 最后的结论是认为 从实验室出来的几率不高 那其实这个不用这个报告 因为一般的公共工卫专家 流行病学家 也都是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 为什么呢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 主要是因为 实验室基本上是很多专家 很多比较专业的人在里面 所以如果说从实验室 不小心流出来的 通常范围不会太大 就是说你说这个一定的社区当中 一定的人与人之间的连结过程中 可能会被传染 但是你说要范围大到整个武汉市 这个几率是不是那么高的 因为很快第一时间 跟研究室相关的专家们 就会侦测到这个威胁 所以一般来说 从实验室不小心 leak出来的 这个风险不大的 除非是刻意放出来 对 我记得这个在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访问过 就在COVID-19去年开始的时候 我们也访问过一些专家 其实很多专家 有一些专家的观点 也是认为说机会不大 就是你刚刚讲的 机会不大 第一个量体没有大到这个样子 不会那么大的威胁 如果说刻意放出来的 这个也不太合理 因为刻意放出来 这东西就变成是 他自己砸自己的脚 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砸自己的脚 你说他不小心露出来 在逻地上比较合理 可是可能几率应该也不大 所以从这角度来看的话 但是比较好奇的是 我相信WHO一定想知道 那到底为什么 对不对 因为这个新的小组 规模就比较大了 上一个小组就10个人 这一次的小组会有26个人 里头会包含6位上一次的成员 在内 所以这一次的小组 主要是两个重要的任务 一个还是健网 所以他们还是要回头再去重新调查一次 到底这个病毒是什么传出来 以及怎么去扩散的 下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其实是支来 他们其实要接下来研究 因为隔了两年了 现在已经将近两年的时间了 应该有足够的资料 在过去这段时间 欧美的政府怎么做 亚洲的政府怎么做 那未来万一我们再发生 类似的大流行病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防范 会是这一次新的小组的主要任务之一 好 因为这新闻还很新 是这个华尔街日报 在13号 那的发布出来的新闻 那换句话说中国同意了吗 中国本来是说不需要 说我们中国已经调查过 中国主张的是 应该成立一个新的调查小组 到美国去调查 这个有趣了 这个就要看美中角力 不过话说回来 对于这个中国来说 如果一直抗拒WHO的新的调查小组的话 他还是有一些压力了 因为就是说 大家总是难免说 那你怕什么呢 你就让大家来调查吗 对不对 那就像上次一样 如果调查到结果还是OK的 那你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所以接下来的挑战就是 这个26个人的成员 怎么组成 我想他应该会 包括中国的专家 当然会 他一定要包括中国专家 他如果不纳入中国专家的话 我想中国这边就很难接受了 不过话说回来 他如果纳入中国的专家 自己为中国专家压力也很大 对不对 到时候他是持反对立场 还是持赞成立场 好但无论如何 我想各位想一想 我有时常在开玩笑讲 最近不是说疫情稍微缓和一点 所以在很多场合 比如说我们的做节目 如果说是单人的话 我们其实可以在节目当中 可以不戴口罩 或者像电视的台 我们看到很多主播 你在旁边没有人的情况下 你单独播新闻的话 是可以拿下口罩了 我常常跟朋友开玩笑 说还是不要拿算了 因为我已经很习惯你戴口罩了 你这样拿下来 我还真觉得我不太认识你 怎么会这样子呢 这个是一个有趣的比方 意思也意味着说 因为将近两年的时间 真的够长了 长到说 至少这样讲吧 如果也没有到两年了 但如果说COVID-19 是2019年的年底的话 现在其实距离两年很近了 但如果说以全世界开始紧张 包括台湾的抢购口罩 二月多以后的话 大概还不到两年 可是想想看 恍如隔世 一下子就这么久的时间了 我们还觉得说 那时候很紧张很紧张 后来又还好还好 后来又变成紧张很紧张 现在又还好还好 一下一下一晃言 回想一下这两年 对啊 停摆了很多事情 可是好像也 你这样想吗 如果COVID-19的12月 2019年12月诞生的宝宝 他现在就快两岁了 是不是 他就快两岁了 这样想 对啊 然后呢你再想想 我最近有时候在外面 看到那个三四岁的小孩子 跟他爸妈出来说 他们戴个小口罩 很可爱嘛 我就想说 Oh my God 这个三四岁小孩子 因为他已经可以 跑来跑去了嘛 三岁多四岁多 等于说他大概有一点意识 开始他就戴着口罩 对不对 所以他也很习惯 戴口罩是一个 他生命中 他将来可能三四岁 他不见会记得了 可是他将来一定会 看到照片会想说 原来我小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 台湾很长一段时间 全世界很长一段时间 都是戴着口罩的 你不觉得这是一个 很特别吗 我相信将来好莱坞啊 或者是很多的小说 都会拿这个当题材 他到底改变了什么 改变了我们这世界 其实经济学家也发现 人类就也是有这种倾向 叫做adapt 叫做适着适应环境的 基本倾向跟能力 比如说我们刚才觉得 不可能啊 你要我这么热的天气 戴口罩 但是你真的让大家 每一天都戴 渐渐大家就习惯了 因为你整个体内 对于口罩的反应 你对温度的感觉 其实你对这个口罩的 忍受度也会随着 你越长时间戴 你会越习惯了 所以你看接下来 我们的疫情 不是大家都说什么 叫流感化吗 也说要新加坡 总理李显荣是说 叫做以疫情共存 以病毒共存的时代来临 也就是说 新加坡他已经宣布 接下来呢 大家疫苗覆盖率 已经85%以上了 那根据统计呢 在至少在新加坡的案例当中 98%确诊的病例当中 都是轻症或者过去 就打疫苗之后的好处 对 那剩下的2%是必须住院 或者病情可能更严重的 但这当中又总共加起来 也只有0.2%会致死 所以换言之 这个致死率 已经跟其他的传染病 或者其他的疾病 大致差不多 甚至是更低的 所以他就说 新加坡接下来要走路 所谓这个跟疫情共存 跟疫情共存的话 大概各位就要一个心理准备 以后就是每一年 可能固定打一个疫苗 大概跑不掉 这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说 在一些场合 你还是要戴口罩 比如说可能人多的 室内的通风不是很好的地方 大概他还是规定 你要戴口罩 而且大家会习惯主动的 身上戴着酒精 对吧 很多公共场所 也会主动的提供酒精 戴着口罩 这就是未来公共环境的新常态了 刚才这个 沈云中社长用了一个 adapt这个字适应 你再想想这适应本身 也是会有创造力的 我有时常在想 你刚讲那个时候 我都在想 你各位想想 远古时代的人吧 他虽然没有我们现在这种 所谓的艺术的概念 或者是美丽的概念 可是你说他没有吗 那我们从现在考古上面 可以发现在几十万年前 已经开始有一些石器 是经过打磨的 可那个打磨的石器 并不是用来杀动物的 尖锐的那种石斧 而是经过打磨之后 考古人类学家都认为 那是把玩的 就是说以前的人 也开始会懂得说 在无聊的时候 把一块他觉得很可爱的石头 打磨成某种 手上握起来圆圆滑滑的 很好玩 然后送给 可能送给他小孩 送给他的亲人 就是说类似的概念 那你想想看 我们现在不是一样吗 当我们被迫要戴口罩之后 你有没有注意到 口罩的样式就开始变化了 女生漂亮穿衣服 他搭 跟他配的口罩 对不对 然后我最近还看到 包括黄介正老师 他们我说你口罩上面 怎么还有一个小小的东西 别带了 我以为是一个像什么国旗 香气 香气 就开始他们发现到说 因为你要长期戴 所以你要让你的口气 比较清香 所以在这边就放一个 有茶香或者是什么 香气 那你就可以发现到 这叫adapt 就是我们这因为没办法 你就必须要把这个环境 打造成 适应成 你比较喜欢的 这个其实数十万年前 你看考古的一些发现 来看的话 人性 差不多都是能够适应 那个环境的 然后产业的新形态 也是这样发展的 也是这样发展 这样看几十万年前 如果说你只是自己打造 还发现到隔壁邻居的小孩 隔壁山东的小孩 也有兴趣要 你就开始可以卖了 对不对 好我们这个很轻松的 这样开场 但是谈的是一个严肃的问题 WHO 成立了一个新的team 要study Covid-19的origines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建网也要支来 好我们带回来换个话题了 谈谈投资 各位亲爱的投资人 现在宣布 投资冠军是 点点点点点 一支仓鼠 What Happen Hop Radio Hop Radio 晴天雨天 每天都想你 白天黑夜 都要在一起 如果有你 从此变得 精彩 Hop Radio Hop Radio 我要大声地说 我爱你 Hop Radio 好很多朋友 可能搞不清楚 什么叫做仓鼠吧 说真的 我也不是那么了解 仓鼠就是那种吗 养在那个 养在那个龙子里面 在做那种老鼠 小小的 然后你用个小轮子 对对对 就是那个 OKOK 好 那投资冠军是 一支仓鼠 好了 这个是也有趣的小故事 我想台湾也有媒体报道 因为太有趣了 因为呢 6月中左右 就有一位交易员 他就开始 觉得比特币 加密货币 好像很热门 他也想投入 所以呢 他就开始投入了 结果统计到9月27号 就6月中到9月27号为止 大概三到四个月的时间之内 他的报酬率 将近20% 就他自己做的 在这段时间 那这段时间 这20% 相当于 相当于打败了 很多的交易员 打败了 标准普洱500指数 打败了巴菲特 大家都很好奇 对对对 到底是什么样的交易员呢 结果答案揭晓 就是你刚刚讲的 他原来其实是 两位工程师二高的 他们养了一支仓鼠 然后为仓鼠呢 打造了一个交易室 这交易室呢 里头有滚轮 然后有走道 对对 有要选择 滚轮是选择 然后走道出来呢 一条走道是买 一条走道是卖 OK 看他走哪一条 那不就是跟那个 章鱼哥类似吗 对对对对 章鱼哥只是 对对 一样的意思 类似的概念嘛 就我实在是 实在是太难测了 我干脆让这个 章鱼哥或者是仓鼠来 来确定 对不对 这个当然也不是 太新的手法 对对对 过去也有类似 对对 用猩猩啦 用猴子啦 用猫来选鼓啦 对对 最后发现 这个单子是一个 很讽刺啦 对对对 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样讲好了 它的背后 其实有一个 方法论上的 一种吊诡 也就是说 有很多事情 当你把这个 所谓的方法论 这个概念呢 用上来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到 其实也不过 就尝试嘛 是不是 不就尝试嘛 就好像说 我们现在根据民调 台湾人现在怎样 怎样 那很多人会认为说 我还需要你用民调吗 我平常感觉 就是这样啦 可是问题是说 他就是用一个 数据的方式 或理性的方式 科学的形式 来确认 你所谓的尝试 是有一个依据的 对倒过来讲 可是正因为如此 所以有人就会 倒过来讲说 那既然我选 买或不买 它是二分之一的几率 以前不讲过吗 你把个钱币 丢到多少 一千次 还是多少次以后 他其实证明了 各正面 反面的几率是一半 很多人就觉得 废话吗 我甩一次对不对 可是不会 有时候你甩仔看 你甩十次的话 搞不好八至九次 都正面 可是你甩到一千次 一万次的时候 你就发现到 他其实出现正 或反的几率是一半一半 有人就开玩笑 讲那这样的话 我就让冲鼠决定就好了 我干嘛丢个铜板 丢一万次呢 是不是 这个其实是 金融市场百年来的 一个老争议 到底投资 买股票 最近买比特币 请问这是投资 还是投机 因为其实从转现的角度来说 没有人能够确定的 短线来说 这个市场就是一个赌盘 就今天的股市 接下来的收盘会涨会跌 没有人知道 就跟赌场里面的 开大开小一样的 没有说我们事后可以去分析 但就是事后分析 你事情你绝对不会知道 就像COVID-19 突然间爆发 这个黑天鹅 出来突然出现一样 没有人知道 是没有说 我们知道 其实企业经营当然 不是那么单纯 你投资沈云兄 跟投资郭台铭 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郭台铭就是经营之神 他就是成绩思涵 他可以把事业搞得很大 投资他长期来说 当然是对的 但是买他的股票就不一定 然后你买他的股票 你希望未来这一个礼拜 未来这一个月 可以赚到钱 还是会赔钱 这是没有人能够告诉你 这也是郭台铭都没有办法 这也就是经济学家里面 经济学里面有一个笑话 就是你要问 你要问长期吗 长期而言 只能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都会死 就是这样子 对 最近因为加密货币很热门 所以就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题材 大家重新又再提醒大家 加密货币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货币本身 目前并不实用 没有人能够再用的 所以他其实就是一个 一个赌博的筹码 大家在市场上压高压低 所以你怎么能够 轻易的把你的血汗钱 就轻易的投入里面 所以我觉得这两位工程师 也是用这个方式来嘲讽 或者说提醒 这些疯狂涌入的年轻人 提醒你们要知道 这当中的风险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 因为也想说好吧 别人就讲说 我们要花一点时间 来学一下 什么叫做投资 什么的 我就有时候还真找了 坊间的一边畅销书 来看了一下 可是我真的跟各位讲 有些书还真看不懂 把那个线性 讲到多选 我看了半天 我就想说天哪 投资要搞到这个样子吗 那他真的可以稳赚不赔吗 现在我就开心多了 原来一只仓鼠就可以帮助我 每天来决定 来弟弟 来你决定一下 比如他可能是母的 小妹妹来决定一下 你要选A 走B 走通道A 还是通道B 好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你碰到一个 意志不坚定的投资人 你光是靠仓鼠也没用 为什么呢 意志坚定的应该是说 我选好A就是进 B这个管道就是出 结果仓鼠走走走 老是在走A 你就跟自己讲说 好那算了 我把他跳一下 我把他掉一下 把那个B跟A跳一下 所以有时候 到最后还是自己 那个内心的那个犹豫跟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游戏 其实可以大家回头去想 报酬率这件事情 报酬率这件事情 这是结果 但过程是怎么出来的 其实过程是因为 这个投资人的明智 睿智呢 还是纯粹是几率的结果 而且还有一点 你不要忘了 这个报酬率设定的时候 你到底有没有一个弹性 你是设定10%就收呢 还是说他过了10% 还在涨 还在涨 那我设定30%好了 就啪 28的时候就垮下来了 你就屁都没赚到 这也就罢了 最恨的是 你设定30%出厂之后 他涨到300% 对 前一阵子航运股 或者某一些股 不都这样子吗 是这样子啊 那就说是很麻烦嘛 就没有办法 人性就是这样 人性就叫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FOMO 他就是怕 怕没跟上车 难怪有人会主张 你干脆就0056就算了 是不是 就是我就不管你了 我就跟着这样走 然后到一个趴数 我就OK的 但是问题是 那就是人性了 你的考验 人性的考验 就是要经得起这个诱惑 或抗拒这个诱惑 好 所以投资冠军是 一支仓鼠 这是BBC上面的文章 各位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其实还蛮有趣的 还蛮有趣的 也无非是提醒了我们 他接下来可能会直播 把仓鼠的房间 他可能增加他的设备 那就更有趣了 你想什么 因为原来是在你自己参考 可是一旦有直播以后 他对市场就会出现一种很微妙的 对不对 就大家要来对赌呢 还是 我刚好跟他相反 我觉得不行 他已经太多人赌这个 我就相反 他背后这两个工程师 德国人 我觉得那个 嘲讽恶搞的意图 是非常确定的 他其实并没有要干嘛 总之你们喜欢看 我们就来玩好玩的事情 这会成就了这两个工程师 还有那只仓鼠 好 来 我们接下来看 换一个题目了 人造肉 人造肉 现在有人造鱼 人造鱼出来了 我们先回来讲 所谓的人造肉 主要是要给吃素的 不是指素食的人造肉 对不对 蔬食 其实我们台湾 我们老祖宗了 从以前就所谓的 那个素菜 做得像海鲜一样 但是人造肉 人造鱼 是指蔬食吗 蔬食吗 蔬食 就是非真正的肉 非肉食 但还是肉 不含肉的 不含肉 换句话说 就是给吃蔬食的人 或吃素食的人用的 因为就像现在 不是有人造肉 那这人说 其实用的是黄豆 我要解释的原因 就是我怕有人会以为说 这个肉不是真正的猪肉 而是经过了人工的方式 加工肉的肉 对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完全不含肉 完全不含肉 就是看起来 你可以叫它肉 叫它鱼 但它就不是肉 也不是鱼 所以你吃素 完全没有问题 vegetable的 vegetarian的人 可以吃就对了 对对对 但这个肉 跟我们过去 或者这个人造鱼 跟人造 跟我们过去 在素食馆吃的不太相同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过去的素食馆 其实用的材料相对的单纯 其实都是用主要豆类 黄豆 蔬菜 做出那个感觉 只做那个感觉 或做出那个样子 然后透过调味 吃出不同的味道而已 那这个呢 这个其实还是有加入营养 跟这个比方说肉类 它含有的维生素 它含有的其他的矿物质 但是吃素的人可以吃吗 还是可以吃 还是可以吃 它除了口感 除了外貌之外 它现在搭配营养 所以举例来说 为什么特别强调人造海鲜 不是就跟人造肉一样 是人工用蔬菜植物类的东西 做成布 这种人造海鲜 它比较多加一个成分 是我们很常见的 叫海带 或者叫紫苔 海苔类的食物 它里面就含有大量的 海中矿物质 OK 但其实就会跟人造肉 其实不太相同 所以这个其实很有趣 现在美国 香港都有蛮多家 这种新创的公司 想要吃这个商机 我们顺便给各位来学习一下 如果你会觉得说 人造肉它用什么英文字呢 我告诉各位 它用的字是plant best meat plant是植物 plant植物 然后它有一个中间有一个heaven 一条线 就隔一下 就两个字是拼起来的 不是连在一起的 就两个拼凑的字 一个拼凑的一个词 plant best meat 那这个海鲜 食物为材料 对 人造鱼 它就是plant best seafood 换句话说 前面那个很关键 plant还是以植物为基础的 seafood或者是meat 人造肉 或我们中文讲人造鱼 OK 那为什么要特别享用人造鱼 还有另一个原因是 跟海洋生态有关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大量烂捕 它的目的其实是某种程度上 要保持 不要造成大量的海 真正的海产被烂捕 因为我们知道同样的肉食 红肉跟海鲜的肉 在健康的维持上是不太相同的 但我们接下来 你看很多中文阶级去来 中国印度 或者越多的人想要吃鱼 但海洋中很多的鱼 已经被我们烂捕 到残破不堪了 OK 所以这个产品的出来的另外一个诉求 是可以协助人类解决 这个海洋生态的问题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我常在想 如果我们真的是担心人类的未来的话 你的确要想一个问题 这么大量的全世界的人口 这个食物的生产 一定将来会变成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甚至包括水 所以人类必须要想办法 除了环保之外 永续经营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是要靠科技的突破 一直来帮忙 过去我们的食物 也是这样子 大量的食物的基因的改造 大量生产 才能够让人类解决了食物的问题 好 所以人造肉 人造鱼 这个背后也有一个非常严肃的 这个人类所面对的 未来的处境的 这个困境的问题 好 待会回来 我们来看什么问题呢 你还不要大学文凭 你还不要硕士文凭 没有大学文凭 就找不到工作吗 CNN告诉你 Oh No POP大国民 请听蔡师平 好 欢迎回到POP大国民 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 早安财经出版社的社长 沈云聪 你们最近财经的方面 有疫情的关系 有再继续出书吗 还是提前提 有我本来就书得很慢 我们最近就看题材了 像最近我们今年 我做了两本书 我觉得还不错 一个是谈 就刚刚讲的加密货币 我们出了一本 关于以太币故事的书 这个太难懂了 那个写的都是中文 单字都懂 那个句子 但是因为你对加密货币货币 背后那套逻辑 你如果不了解 还是也是蛮心 我真的去听过老师演讲 然后讲加密货币 明明讲的是中文 因为我自己为了想懂 我还特别上网去查了一些 看了半天也是觉得说 天哪算了算了 还好加密货币 还没有成为我们日常用品 日常用的通用货币 否则的话我真是没办法 然后我另外一本书是谈 谈那个 因为现在大家很担心通货膨胀 OK 这个倒是不错 我另外一本书是谈当年 80年代帮卡特总统 解决通货膨胀危机的 联总会主席 福克 福克 我出了他的传记 福克还是 福克 福克 对福克 这个 刚讲这个海鲜 大家有兴趣可以去找来看 其实现在包括香港 之前有一家很有名作人造肉的 叫Omni Pork 它现在也多了一个系列 叫Omni Foods 它其实主要是要做海鲜 海鲜的 而且很有趣的 就像汽车 电动车 现在虽然有特斯拉这种新创企业 你会发现 当这个科技成熟的时候 老品牌也跟着要转型 所以三大车厂 现在都在搞电动车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现有的这些 卖肉的 卖鱼的 卖海鲜的 大的食品集团 也要投入 刚刚讲的这个人造系列 我最近刚好再去一个 非常优秀的一群 女的企业家的一个 他们的读书会 去帮他们演讲导读 张爱玲 结果出来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跟我比较熟的 陪我到停车场 我陪他上车 然后我自己开我的车 我一看 他的车是非常高档的保时捷 可是是电动车保时捷 换句话说 他们就是也是一样 他自己也讲 说这种老厂牌 他们也受到特斯拉的冲击 所以他们也发展出 电动车的品牌 所以你就看到很酷 对 而且老车厂的优势是 消费者要什么样的 长相的车子 他们更熟悉 所以食物这边其实也是一样 包括雀巢 你能够看到 接下来这些大食品公司 他们也把手伸进了人造肉 伸进了人造海鲜的趋势 所以你晓得 这个不得不得 我们又来多讲一段 就是说 我自己一直在 在我们节目当中 我也常主张说 其实一个政府的政策 只要明确 要往一个方向走 产业虽然叫归叫 他会说不行 这样我活不下去 你放心 他一定会配合这个政策 开始努力的往前走 你要发展电动车 汽油车 柴油车 一定会哗哗叫 可是他也到最后就知道 这是趋势 他也必须要调整 所以老车厂就进来了 对 就这个概念 当然过程中还是有一些 就是不应该改变的老人 对 那也有了 但是你就保留一小部分 那个就是民主社会 保留一小部分 但他最后他会觉得 实在是没办法了 因为成本太高了 对不对 他自然就会调整 好 谁说没大学文凭 就找不到工作呢 那这样很励志的一个文章 这篇应该是CNN吧 很有趣的文章 因为过去呢 我们都知道教育很重要 文凭很重要 教育代表着就业机会 就业机会代表着薪水 薪水代表着你生活改善的门票 所以一旦你没有了大学学历 很多人会觉得自卑 所以想办法都要上大学 所以我们现在台湾大学 录取率100% 对啊 可到最后结果就是这样子 如果离开台湾 你就会发现 其实大部分的国家 很多没有 美国的大学就 不到一半的 对对对 不到一半的 现在也是因为 它后来增加了很多 不然早期更没有 那么高的比率 对对对 所以这篇完成 其实倒过来让我们看看 尤其如果你在美国 你要知道 没有大学文凭 的确稍微辛苦一点 可是呢 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辛苦 因为现在有越来越多 企业学像德国 提供所谓的学徒制 或者是实习制 尤其很多科技公司 大家觉得 我是不是一定要有大学 什么相关的文凭 我才能够进入 这些科技公司 不 我可以告诉大家 根据这篇文章 他说IBM IBM够大吧 够科技吧 里头有20%的员工 是没有大学学历的 所以现在很多的企业 他很愿意聘用 这个没有大学学历的员工 然后进来之后 你不会的 我来教你 我出学费 我找老师来教你 来培训你 应该有的技能 这样的话 可是这里面有个关键 就是说 那大家会问说 那他们拿薪水 一定没有人家大学毕业人拿得高 没有 也不会 也不会 必须要这样这个前提 是的 不然就没有意义了 是的 大家可能说 哇这企业是佛心来着 不 企业一定也不是为了佛心 而是真正他自己有这个需求 OK 为什么 因为现在的企业 尤其很多高科技 他发现 他需要有skill的人才 技术 但是从现有的人才铺里面 我们现在看美国的技会市场 就会知道了 有一群人 他就是不工作 所以需要员工的很多的企业 找不到他要的人 所以怎么办 所以他就决定 我不要只找你们这些 已经有skill的人 我找愿意工作 愿意学习 我来train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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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你因为从不会到会 是我train你的 你反而更感激我 而且各位想的 这种train 说不定他会认为说 你high school 毕业的 我就够了 你已经成人了 你有心 我用四年的时间 到你大学毕业22岁 你搞不好已经成为一个 skill上非常强的专家 可是如果你到了大学去念 念了四年再来 你已经22岁 所以要知道 在美国很多的好手 很多的高手 尤其在科技 他是没有学历的 对啊 他们看待学历的方式 跟我们不一样的 他真的就是一个 我记得有时候 我们年轻的时候 读那个散文家 陈什么 很有名的说 四根的兰花 以前我们讲那个说 他在美国读书的时候 看到美国的年轻人 他们就说那种刻苦耐劳 有时候不是那么重视学历的 陈之凡 那其实在美国的社会里面 当然这些年有一点改变 可是他真的基本上 还是保留了这个 但也是因为现在 他的这个工业的结构改变了 失业率变高了 所以使得以前 否则以前他们很多人 是高中毕业 可能就我就进一个工厂工作 就算进了大学 他真的觉得 我看到了机会了 我真的想做这件事情 他就离开 文凭就不要了 刚刚那个车厂 车库创业 对对对 车库创业的概念 不是这样来的吗 对不对 换作是你我了 我们可能就很可惜 好不容易进了哈佛 好不容易进了Stanford 好不容易进了台大 随便都缴了一半了 毕业再说吧 对台湾也会这样子 可是你看看 我们包括讲的 假不是这些 他都是名校念念 他觉得他创业 他就出来了 他根本不在乎那个学 到最后是 学校还要搬一个荣誉的 校友给你 虽然没有毕业 所以说我们刚刚讲 你看现在最近不是很红 那个以太币吗 我那位书里面就讲 以太币这个创办人 这个年轻人 他创办这个时候 才19岁 他大学才念了不到一年 他觉得他想做这件事情 就跟学校申请 休学好了 就休学 他本来还想说 好了 我创业又不一定成功 失败了 我再回来念就好了 但现在也干涉就算了 不回去了 就不回去了 你想想看 我常看这个故事 在想说 如果我小孩到时候 19岁跟我说 八国要出来创业 我不想念 当然这个 这个我曾经看过一本书 讲说犹太人跟华人 为什么那么成功 类似这样的书名 我确定书名 我忘记了 但他其实有在讲 这就是一个 你晓得 你对于成功的几率的 判断问题 就是你拿了一个台大毕业 或者哈佛毕业 Stanford毕业的学历 你一般性的成功的标准 几率是很高的 对不对 可是呢 你要成为说 我不要念了 我去创业 大成功的几率 很小 但是大成功之后 就不得了 对 所以他这个就是一个 一般人 就你敢不敢的问题了 好 那我们通常父母亲 都会觉得 不要吧 不要冒这个险吧 对不对 对啊 对 所以就是很麻烦 所以说不定 你就扼杀了一个创业的年轻人 没错 所以说很难拿捏 对 这就很像 也很像什么呢 你看他们打棒球的选手 也是在美国 美国 大家都知道 你如果高中 就被大联盟选上的话 那就是一下子 薪水都跳到很高 然后成为一个大明星 可是如果有些人会选择 到大学去念书 因为他要 他觉得大学念书 可是念了四年出来以后呢 哇 球季退步 对对对 球季退步了 你就已经可能没有办法了 所以这有时候 这是选择的问题 这当然也跟 好 我们现在讨论这个问题 基本还是老派的 就是还是想爸爸妈妈 看孩子干嘛干嘛 其实还是孩子自己的决定 最大 但是问题 孩子的决定 有时候很容易受到 尤其是东方社会 受到爸妈的影响 你说像在美国 我们刚刚讲贾博士那些 他要做创业 他要离开这个大学 他自己的决定 他自己决定 他家长意见 他根本人鸟都不鸟 所以我刚刚讲这个 我生老心 我担心 干得一个头啊 孩子到他自己 他就他自己去闯了 好 这也就是 也还有不同的 这个社会背景 所以现在换句话说 CNN就告诉我们说 没有大学文凭 这件事情在美国 现在的美国 其实基本上 这个趋势上 不用太担心 而且要知道 现在这是人才为王的时代 那很多人才 他其实在没有学历的情况下 你知道为什么 这些高科技公司 他愿意找这些 没有学历的人 其实也是为了 自己的未来着想 因为要知道 这些人才 你如果因此而放过他 没有把他找来的话 他们会被就 就这样子干顾掉 不会的 他们会去找自己的机会 他们自己去创业 如果他们未来创业 又成功的话 就会倒过来成为 你的竞争者 OK 威胁到你自己未来的生存 所以这些高科技 还不如说 趁你现在 羽翼未封 那我帮你找进来 帮你找进来 我们现在倒回来想 台湾这样子 重视学历的社会 到最后会怎样呢 各位想想 你现在考大学 几乎好像再过几年 就超过百分之百了 现在已经接近百分之百 那是什么概念 超过百分之百 再过几年 就是他招生的名额 会多过于 那个报名的人名额 所以话讲说 你一个人可以选 两个学校 你自己再来做 两个科系 两个学校 那你想想看 有什么意义 满街都是大学生 结果就是 开玩笑讲 那个蜡笔小新的 这个套一句 蜡笔小新的故事 讲的 茶水 茶水总监 都是大学毕业了 那你要 那你这社会 你要怎样呢 学历就变贬值到 一点意义都没有了 所以到最后 你还是 那台湾这社会呢 就如果不会回头 检讨说 学历没有 没什么用 你想要真才实学 我根本不念大学 我照样可以闯荡 应该是往回头这样想 还是你可能 台湾社会又变本加厉 那就念硕士吧 对不对 就搞到最后呢 连快递也是有硕士学位 对 连快递都拿硕士 或者是卖鸡牌 都是博士学位 对对对 就说 不是说读书 没有什么意义 可是如果你就 他的实用性来讲的话 到最后 重视学历的结果 就是学历都没有用了 因为他一定没有用 满街都是流浪的博士 没这么多位置 可以做了 所以回头想一想 学历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篇CNN的文章 就有一点意义了 回头想一想 而且你们注意到 我最近发现到 有几个企业 他们干脆就接手一些 经营的很差的私立学校 把它改造成是属于 训练他要的人才 我记得看中信集团 他们不是弄接手的 一个财经的 就财经的这方面的 一个把它训练成这样 以前王永庆 老前很早就 类似的构想了 甚至我也知道 像远气远东集团 他们也有这样 类似的想法 就是说你既然经营不好 我就干脆接手 我打造成我要的人才 记不记得过去 包括好像是 这个宣明志 他们都讲过 说大学既然没办法 培养出我们要的人才 那对我们自己来 这也是一种走向 也是一种走向 我干脆就把学校的规模 接下来把它缩小 训练成我要的 所有的人才 这类似的概念 所以视频刚刚这段话 其实我就提醒 如果你是还在研大学人 要知道视频就要提醒你 学问比学历重要 事实上是这样 当然就是说 如果你把读书 当成是快乐的事 学历当那过程 是学习的快乐的事 而不要太在乎结果 那也是一种方法 比如说像我看到 我一些朋友去念 老学生去念博士 他们其实也知道 他们拿到博士学出来 都已经快60岁了 你在教书能教几年 所以他们乐趣是说 我去念个博士 然后大学兼兼课 自己很开心就好了 不会把它当成是一个 二三十岁的时候 念博士的心情了 可是如果你二三十岁的时候 没有把博士 或硕士这件事情想清楚 跟着大家就跑去念 很可能就是今天 我们讲到这个困境 对刚才你讲这个 就是现在很多人 我看到的 之所以念硕士 之所以念博士学位 并不是真的为了 对某个学问的热情跟追求 其实纯粹就是 也不知道出来要干嘛 或者也找不到工作 或者也不想面对 真实的社会压力 不如我现在回来 继续念书 边念边想 到最后就是 我们现在讲的这个结果 就是一大堆的流浪博士 很辛苦 他自己很辛苦 可是我都很主张 你就算念了 如果你想想看 你的兴趣可能是当编辑 出版社可能可以 喜欢一个有博士学位的 总编辑 那某些行业会希望 有一个硕士学位的 什么什么的工作者 那你还是可以投入 不一定说都要跑到学校 待下来 好 今天我们访问的是 沈云冲 这也是两个 old fashion old school的老派的 这个资深的媒体人的感触了 但是我也必须说 我们也看过很多 高学历的人 到最后也是一事无成 也不是没有 所以反省的地方 还是需要很多了 马上回来 我要大声的说我爱你 Pub Radio是我氧气 就一起 一起在一起 好欢迎回到Pub大国民话 今天我们请来的 早安财经出版社的社长 沈云聪 非常有意思 我们连聊了几篇文章 WHO成立一个新的调查小组 想要知道COVID-19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到底是怎么来的 渐往之来 我们也谈到了人造肉 Plant best meat 跟Plant best seafood 人造鱼人造的海鲜 再到投资冠军是一只仓鼠 讽刺投资市场的这种不确定性 最后谈到 谁说没有大学文明就找不到工作 这也是美国现在所 社会上出现的一个现象 很多大企业 根本就不需要你有一个 一般般的大学学历了 他宁可要一个 没有大学学历 但是我可以train in你 把你训练成我要的人才 所以有时候你不念大学 年纪轻一点 对他来说还反而比较好 其实这也是一种企业的adapt 也是企业的一种适应 因为当学校的教育 没有办法培养出企业 所需要的未来的人才的时候 其实企业本来就有责任 自己培养自己需要的人才的 可是我自己有一个强烈的感受 我们自己这样子一路这样念上来 小孩子慢慢大了 学校说实在的是不可能说 完全教你所有的skill 对不对 不可能 即使是一个专业的技术学校 都不可能 为什么外面科技一直在变化 比如说传媒来说好了 在学校教书 教传媒的老师 一教教了十几年 他对于数学网路的快速的变化 他除非是靠更年轻的老师再回来 可是老师一回来 一在那位置又待了几年 所以可是外面是一直在变的 所以从某个角度来说 我们自己也要想 就算你有一个学历很不错了 你的日常学习的能力 还是不能放弃 没错 道怪了解 道怪企业也是 所以我常常在讲说 我都觉得企业没有抱怨 政府没有帮他培养人才 对对对 没错 你自己需要的人才 你当然自己培养 因为政府的教育政策不可能 不可能 真的不可能 不过话说回来 就是说学历这件事情 对于你要找工作 虽然没有绝对的负面 但是这篇文章其实也提醒大家 但你接下来的下一步 如果你要升迁 如果你希望能够获得更好的重用 其实学历这件事情 还是有它的价值 可是这就变成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我们的教育政策 可以反省到台湾教育政策 是比较失误的地方 它是在前面就先把高学历建立起来 其实是应该像以前那样 你在做中学了以后觉得不够了 我到晚上去进修 假日去进修 对不对 那会像研别这样去进修 再回来补充你的知识上的不足 而不是一开始就是 这样门槛 一个门槛我要念到硕士 我念到博士才能怎样进到 这样就错了 我宁可是高中毕业 刚我在工厂做了几年以后 我觉得我去进修一个大学学历 对我有帮助 其实我们常常 我常会反省自己 有时候我们也的确会不知不觉中 我们一方面批判学历主义 但二方面其实我们也好像 还是顺着学历主义的方向去思考了 所以在这种环境上有很多书的版权页上 你看作者的资历教学历是什么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我觉得现在也在变 对越来越少了 我基本上这些年出书 我根本不讲我是什么学历 我就写说一个政治科班 不过你不像 你不是不能做准 因为你已经是celebrity了 没有人在去看你 可是也不会 你看我看杨兆最近他出书 他也不讲他什么哈佛台大 他也不讲 他就是说就这样带过去 我觉得就不用在乎这个了 所以我们倒过来 我们如果将来看作家 我们自己看人 我觉得还是以他的作品 以他的才华为基本的判断标准 这个东西好不好看 对对对东西好不好看 东西好不好看这个当关键 好今天我们跳了几篇文章 都很有现实感 这也是我一直很喜欢 这个沈云冲先生的 早安财经出版社社长 跟我们来的这个 侠队公跨买一个 最有意思的地方 就是我们大概定期的 就会来看一下 最近这段时间 国际的媒体上面的大标题 跟他们关心什么问题 那我们今天选了这几个问题 可以发现到 有一些当然是时势所趋 也有一些是历久弥新 始终都不会有答案的 但是你总是一直看到 这新闻一直在翻新的 但也有一些到最后 还是回到了人的本质 竞争的条件等等 今天非常谢谢 沈云冲社长陪着我们 一块浏览了 这几个大媒体的 一些相关的讯息 谢谢 谢谢视频聊得很开心 好也祝福所有的朋友 待会六点钟 欢迎你回来 果陀剧场 专案拓展部的副理 还有万秀洗衣店的主理人 要来我们现场 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